报不报税呢 收现金或者转账 双方谈好 愿意就租 不愿意就谢谢再见 第二 黄东已经给你看了那个健保卡 如果你还是不放心 其实自己可以去掉第二类 谈本货是一样的 那个谢谢再见 终结啦 如果双方如果都没有违约 其实你不用扮取那个柯然的角色 你住好好的黄东 说好好的 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黄东与黄客出租时 彼此都是陌生人 你担心他恶黄东 他担心你恶黄客 因为你们是陌生人 报税不报税 这个一开始就这样讲好 你能接受就租 不能接受就换一间 但问题是你同意不报税 黄东只能相信 但换作你是黄东 你会不会担心事后被表呢 黄东担心事后被表 一开始就说 就说要收现金 你也同意了 然后事后上网问是否合法 事后问为什么不能转账 事前同意的事后都可以有变数 或者事后有余力 黄东之所以小心翼翼 就是担心遇到这样的黄客 你觉得他签约时的担心有没有道理 好身份证的另外就是身份证的问题 仍然是事前事后 你签约时黄东就拿健保卡 当初事情你可以不要签约 事后问为什么不拿身份证 肩膀卡上面有身份证之后 你要身份证 说穿了你在要求一个公平 你拿身份证 他也身份证地位平等 是这样吗 黄东一间房子交给你 都是变数风险 要不要脚珠只能相信你 会不会破坏房子只能相信你 会不会带朋友来开发只能相信你 会不会A珠B珠只能相信你 会不会脱扬宠物也只能相信你 会不会说你没有抽烟 事实上有抽烟也只能相信你 你退出后会不会留下一堆垃圾 只能相信你 会不会所诚信不报税只能相信你 你去看房子 房子采光好不好 家具齐不齐全 你至少掌握了七成 你入住 房东对于眼前的你 他能掌握几成呢 房东与房客如何公平 从立足点上 那房东的风险是高于房客 未来你或许当房东 可能有不同想法 我分享的就是另一个视角